今天這集是《荒海名城》第五幕 漢前118年賀蘭三尼 羅侯雙子照田國主之姓 御取常逆新藥 循述藥之陣開天幕降幽城 藍定漫流轉萬古未歇 至此祭史方思 幾東周初降於四之時 於祭下徐公所見 天幕既為世間律或可戒律破之 天幕之外臥為之細 所應處或可得之律例 天幕外物或可降 若尋此法 無或可謂祖下指妥當之地 便以祖下大祭 所求為一事 望祖下來日應無一約 欲持盡上 於天國國主所指不過為地脈 新年我於其地踏山尋此 入內卻不見益處 而今再入地脈 又會有何區別 霍庸 我們到地方了 羅侯城內也有這樣的新之經 羅侯城內也有這樣的新之經 或許藉此之力真能動開天幕 將羅侯城降入冥界 這處地脈為何如此熟悉 似乎有羅侯城的影子 我去看看 地脈報應了諸天星耀 凝聚出了星耀之經 為何泰山周遭地脈內卻無此物 好對 羅侯城內星耀之經 從未有此之變 因那處幽吟盡時 無生無死 此中則有不然 地脈為望穿黃泉 此事而等不是早已知曉 否則 西年緣何與我論見 祭下學功 以謀途其地 你 啊 我明白了 西年我於其地泰山 這一望穿發源之處 想尋其律法卻不得 想必 是你盤緩之時 就已清除了這些星之經 非也 地脈流轉 萬古未長些 山川河流之變 地脈安能不變 你來這兒 應當不是為了和我說這些 你想阻止我採集這些星之經 只是奉勸你 莫行于田國國主所言之事 此處星之經 皆為未來會因你所行之事而死之人 未來 陷入輪迴中的 不只是生靈之魂 還有光陰 岩濟於此 此便 你我非冥界之人 永世長存 無須為此言所困 是 此人的氣息 為何如此熟悉 你是 冰璃 離開這人 你跟以我在一起 你現在看見的他 不過是幻象 他不該存在 早就不該存在了 你究竟是何人 冰璃 此處境發生如此怪異之事 還是早做了斷的好 冰璃 備劍 劍使領命 冰璃 此時怪異 萬莫聽此人之言 想必這心之精吸納地脈之氣 凝出了什麼妖異 遵命 嗯 這邊的劇情 隱隱約可以看到某個人 這邊還有一個 好 反正打掉他就對了 好的 diplomas 嗨 洪宅 OK的 大家都要注意身體 阿 你究竟是誰 先解决那团生起来的东西 然后再集这些新智精 是 冰霓姐姐 冰霓姐姐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是何人 为何知晓我之敏慧 冰霓姐姐 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离开了 却依旧占据了夏侯大哥的心 凭什么我把他左右多年 却不能带进你的位置 你为什么不死呢 要是你死在重华殿该多好啊 你死了他就不会再有念想 信心念念就想找回你 进来 看起来都幻象 可是这个幻象竟然是好几年后的幻象 我原来伊冰霓珰 这打不合 哇 这么痛 你是何人 怎知我明慧 你是 霍庸 哈哈哈哈 好 太好了 自我生来那刻便烙印在我身上的诅咒 让我永远无法感知喜乐幸福的痛楚 作为暗星转世的我所承担的一切折磨 都是你给我的 今天我就让你如数奉还 箭矢里面 我要跟尬了 这次打不好啊 可能要重打 箭矢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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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箭矢里面 箭矢里面 箭矢战 这是行构十轮仪轨的秀药四十二环星 而在这秀药四十二环星之外 周烈成阵 分距阴阳为道 这是将十轮仪轨的布局 应于秀药之阵的必须条件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若能将这十轮仪轨重布 想必便能构出秀药之阵 这于天国国主暗示的 莫非其实并非仅是星药之力 而是此阵 事已至此 我便再去会他一会 看他能否给我指出所谓的妥当之处 此人甚怪已 又严谨又一约 你小心 放心便是 这个 第五幕的剧情就是这样子啊 第五幕感觉蛮精彩的 那可能观众朋友有些不知道 第五幕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 刚刚 慕容玄机在讲的就是 华雄殿当时发生的事就是 幽城后面结局的故事啊 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 找大师频道的幽神幻键路 去看之前的单机游戏的影片 那反正主要是 兵里为了救 夏侯儀重人 所以兵里把身体 献给了罗霍 然后 去救夏侯儀一行人 回到冥界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幻海名城 2月2号 今天这一幕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感谢观看